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此时 原本存在实验室中的教授们也纷纷逃至外面的世界 因此 这个世界充满了各种危险 还记得 在穿越来到这个世界之前 我是一只长着翅膀的黑教授 所以 我对那些白色的家伙没什么好感 来到这个世界 我仍然想要成为黑教授的一员 因此 我决定寻找一位黑教育丰兄弟 请他将我同化 不过 在那之前 我还是要想办法生存下去 首先 我必须拥有一套好用的工具 话说回来 这附近的树木会不会太少了一点 跑了这么远才终于发现树林 而且还是这么奇怪的位置 那又是橘子吗 好久没吃橘子了 我一定要摘一颗来吃 可恶 看得到 吃不到 算了 还是先收集一些木头来制作工具吧 那个是变成僵尸的人类吗 与其当一只连阳光都见不得的僵尸 你为何不乖乖地被教授童话呢 有了木稿就可以先来收集石头了 这样就可以直接制作一套实质工具 这只小黑很暗眼 我决定先把它给处理了 我现在防御力还很弱 所以只能使用一点小手段了 先将它固定在船上 我来制作一些实质工具 由于实质工具还很弱 武器我就先用石斧了 九点伤害 很给力呢 只不过攻击速度有点慢就是了 我的天 这声音有够吵 刚才有挖到一些铁 我看 先来做一面盾牌好了 由于机会只有一次 被同化以后或许就不能恢复了 我可不想成为一只黑胶预风之前 被其他教授给同化了 有了盾牌也能更安全地应付 骷髅弓箭手和苦力怕 眼看天色就要黑了 正好眼前有几只羊 来剪一些羊毛 做张床吧 有了床之后 就能快速度过恐怖的黑夜了 接下来就可以去寻找御风的下落了 由于教授都跑到外面世界来了 因此黑胶兽聚集的地方一定会有满地的黑色黏胶 以及水晶 那一定会是一片很壮观的景色 不过现在从小地图上看来 这附近并没有黑胶兽的领地呢 我们一路向北寻找看看好了 才向北走没多久 立刻就在小地图上 发现一块黑乎乎的区域 那里会是黑胶兽的领地吗 我看到了满坑满谷的水晶 我和那些水晶相处了大半辈子了 不会认错的 那里就是黑胶兽的领地 同伴们 我来了 不过 同伴们都跑到哪里去了呢 放眼望去 整座山头不见半只胶兽的踪影 上面那一区块是白色的 该不会是白胶的领地吧 难道同伴们正在前线 和白胶那些家伙厮杀吗 找了好久 终于看到一只黑胶狼 不过 并不是我想要寻找的预风呢 虽然黑胶狼也非常不错 但我还是比较习惯 背后有对翅膀呢 因为我现在还不是教授 他对我有相当强的敌意 所以先让他在船上冷静一下好了 普罗 我开始有点想念你了 发现一只闯入黑胶领地的白胶 这只好像是高级物种 同伴们该不会被他吞食了吧 可恶 这家伙不能让他活着离开 黄天不负苦心龙 找了一天一夜 总算让我找到一位预风兄弟了 来吧 将我图画吧 快用你那黏乎乎的爪子 把黑胶往我身上涂吧 太棒了 终于回复成我熟悉的模样 因为我本来就是一只胶兽 所以意识当然不会消散 我只是变回原本的面貌而已 朋友 我这就放你离开 辛苦你了 取回我习惯的年夜身体后 接下来就要开始在这个世界生存了 刚进来这个世界时 我就感觉到了 这世界的重力好像特别重 因此就算我长了翅膀 然然飞不起来了 不过还是可以像刚才那样 滑翔就是了 在这个世界 想要在空中飞行的话 就必须制作出烟火 虽然说是飞行 充其量也只是利用烟火发射时的冲力 将自己推向高空 然后再利用翅膀来滑翔就是了 不过尽管如此 还是能为移动带来极大的便利 为了制作烟火 首先就必须要找到甘蔗 有了甘蔗就能制造出纸 然后只要取得火药粉 就能制作出烟火了 寻找甘蔗的途中 我经过一片白胶领地 这里时不时 就会从地面冒出白胶住 虽然我已经不会被白胶捅毁了 但仍然有可能被白胶腐蚀掉 所以还是有些怕怕的呢 那个是实验室的遗迹吗 不知道里面还会有什么东西 过去看一眼好了 地面上都是白胶 踩在上面的感觉真不舒服 它还会粘住我的脚爪 让我没办法奔跑呢 我讨厌白胶 看来这里没什么有用的东西 而且附近一直有白胶蠢蠢欲动的声音 我还是先离开 继续找甘蔗吧 又发现一间实验室了 而且还有白胶不断从里面流出来 不知道里面发生什么事了 进去看一下好了 这外墙还有一部分 覆盖住一些硬化的白胶块 还好我有十字稿 不然若是用自己的爪子去挖 一定恶心死了 这里居然有一根白胶柱 还好我有看清楚 没有傻傻地跳下去 不然就要被白胶糊满全身了 那一定难过得要死 再仔细检查看看 有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好了 这地方白胶的味道有够浓 我现在飞不起来 要是有个什么万一 说不定小命就要交代在这里了 又是那个声音 这里还真不平静啊 前面滴上那东西 看起来有点眼熟 会是我想到的那个吗 这个是牛奶布丁吗 看它扁成这个样子 不知道几年没吃东西了 有个箱子 发出好浓的白胶气味 果然全是白胶的东西 还有一把人类以前用的武器 这东西好用吗 先带走 有空再试试威力吧 发现一只吸入毒气而转化的狼人 刚好试试新得到的武器 特马的难用死了 这武器虽然攻速快 但没有击退效果 根本只是在换血 不过也有可能是我不知道 它的正确用法就是了 我还是拿斧子比较适应吧 发现一个村庄 有好多干草捆可以收集 带走做成面包吧 这样食物的问题就暂时解决了 虽然我并不会攻击这些村民 但教授们可是常常会来这边 抓宿主寄生的 所以那些村民应该会怕我怕个半死 也正因此 村民们召唤出来的铁魔像 可能不会太欢迎我的到来 因此我要多加小心 我这粘胶身体还这么软糯 肯定不是那硬绑绑的大家伙的对手 也许被他拍个几下 身体就会被拍散了 更别说 若是我的核心面具被他攻击到 可能一拳就会粉碎了 好可怕 我觉得自己的脚不断在发抖 可是我又好想 取得他身上的铁钉 那对我会很有帮助 不行 我一定要想个办法 既然武力拼不过他 那就拼智力吧 他那笨重的身体 肯定跳不起来的 考虑到他那又长又有力的双臂 我如果在自己脚爪下叠三个方块 他应该就打不到我了吧 看来这个计划行得通 受死吧 你这回走路的铁钉 赢了 我真是只聪明的小教授 翻过一座山头后 我终于又找到一片开阔的水域 也终于发现甘蔗的踪影 这一袋好像很多甘蔗 我就多带一点回去吧 已经收集到足够数量的甘蔗了 刚好身上有一个 从苦力帕那里得到的火药粉 不如就将它做成烟火吧 虽然只能做三只 但也足够我飞行一段很长的距离了 我记得 刚来到这个世界时 从生典附近 就是一片美丽的山丘 那里风景不错 我打算在那里 一砖一瓦 慢慢建设出在我记忆中 那座诺顿庄园的面貌 决定了 就居住在那里吧 到时我 还能邀请一些黑教授朋友 过来和我一起居住 我也能慢慢将那里 打造成黑教授的国度 一定会很热闹 我终于又回到 属于自己的蓝天之上了 气流划过我的翅膀 我能用尾巴的摆动 微调飞行的轨迹 其实 就算能够靠自己的翅膀 飞在空中 大部分的时间 也都是在滑翔 只是引力过重 我无法靠自己的力量 提升高度就是了 不过 只要有烟火的辅助 那一切都不再是问题了 我去 还好我身体够软 不然之下 肯定要缺条胳膊 断条腿的 吓死教授了 到了 就在眼前 看来三只烟火刚好够用呢 第一个阶段的目标 已经完成了 我终于找回自己的身体 并且找到一片适合居住的地方 虽然这个世界的引力过重 导致我无法飞行 但有了烟火的帮助 仍然可以靠翅膀来 滑翔就是了 今天这集视频到这边就结束咯 看我这只小教授表演 还看得开心吗 如果喜欢的话 请帮我按个赞 或是留言告诉我你的看法吧 那么 我们下一集再见咯 大家拜拜